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不适应搭的人走 我这辈子就没有被人搭的走过 看完了你们的表演之后 我只有一个念想 就陈不恒好好地做好你的企业家 女生你好好做好你的设计师算 好 好 谢谢 谢谢两位 接下来我们进入职场情商课堂 同事老是对你做事指手画脚 好像他比你聪明一样 让你很烦 你也会怎么办 就是他对我指手画脚 肯定是我有哪里可能做得不对 然后我肯定先会去反思我自己 然后再跟他去配合 然后尽量去考虑一下别人的工作 现在选手是不是都会容易上来说正确的话 我觉得他说的是所谓的正确的废话 这个在设计师身上是经常出现的 设计师设计了一个方案 但是老板说 你这个给这字号这么大一点 然后给这加个红点 给这加个绿点 但是你自己如果只是我自己反思 又会变成老板要什么你要什么 没有把你的理念讲给老板听 引导老板按照你的设计思路去走 视觉传达在于说 把你的视觉传达的理念给公众 而不是给老板 你的真实个性就是这么相对 相对往后退的那个人吗 不是那么特别锋芒毕露的一个人 你能看出他就算当模特的时候 他也不是那个就是愿意展示自己 或者是这个业务很强的 因为他这模特就是仗着个身高和瘦 你看他挑那个搭档 挑陈不衡你就知道 我有什么错好掌控 他就因为可爱所以大家喜欢他 或者至少你在选择搭档的时候 比如说东百哥他也是蛮合适的嘛 男性对不对 然后身高也在那里 还有今天其实我忍了很久了 天叔 我觉得我第一次见一个人 应聘的时候穿成这个样子出来 我觉得很不可思议 你知不知道在职场当中 露着肩膀 然后出来面试 是对整个场的一种极大的不尊重 这是我们做礼仪规范当中最基本的 应对于职场 我开始想你可能是为了展现你的模特专业 这么穿的 后来你要应聘的就是设计师 然后我相信未来你也可能会有 线下的一些活动面试的时候 千万不要再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非常的不职业 好的 天叔啊 我觉得你就是做模特也好 做设计师也好 我觉得应该是 其实是蛮有性格的 你能讲一件事 就是你真的很冲 很体现你的个性的一件事嘛 那我们感受到你的脾气 你的性格 因为我也刚毕业 然后可能是处于一个学习的阶段吧 然后一开始实习的时候 可能就是觉得自己的风格 不太符合公司的设计风格 然后就自己会私下去看很多书这种去学习 那你的风格 你喜欢的风格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自己比较喜欢会加入手绘的元素 然后会更加有设计感一些 但是其实你刚才给出来的那几个设计稿 手绘元素是不多的 大多数几何图形 没有设计 没有手绘元素 对 你为什么不展示呢 我私下其实给两位老师画过一个头像 但是我没有拿上来 那可以拿上来 现在画的谁 画的陈布衡老师跟曾华老师 可以了 好就好 这个是画的曾华老师 这个是陈布衡老师 怎么样 赵小燕 就是画过 然后呢 但是看不出说未来的潜力来说 就商业应用的潜力我们看不到 好 姑娘 你现在可以选择问问题 赵老师您好 然后我就是感觉您的公司是比较 就是可能会设计多一些对吧 是 没错 对 之前了解过 然后觉得还想了解一下 对 我们是一家活动 线下活动公司 我们为我们的客户提供完整的活动方案 所以里面就包括有视觉部分 新媒体部分 然后也包括后续的这个物料应用 就种种方面吧 跟视觉都有关 对 对 其他的就没有了 第二轮选择去货流 请判断 好 还有一盏灯 小燕 你为什么灭灯呢 因为我们的确没有设计助理这个岗位 我们公司要的设计是一条龙 就是从创意到落实 然后到最后 因为我听他的这个意思 印厂你应该没有盯过 然后印刷品 然后所有的这种印刷的工艺 包括物料制作 我们的设计师应该这种全能型的 现在他可能离我们的需求 还稍微差一点点 来 直接进入谈钱不上感情 天叔你好 你好 青创智慧旗下有一家互联网教育公司 那我们的对象是很多即将就业 和正在职场的一些年轻人 那么我们每一年会给他们组织 很多的教育培训活动 增强他们的职场的能力和竞争力 比如说创业的培训 就业的培训 那你的岗位是我们的设计师助理 平面设计师助理 那么跟你一起工作的 大概有一个设计团队 包括视觉的方面团队 上面也有总设计品牌负责人 给你的岗位是底线5K 然后在试用机结束之后 会根据你的能力调新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你的设计的感觉 我只得平面设计这一块 我也希望你们在团队当中发挥作用 公司在北京的798艺术区 好的 有什么要问吗 姑娘 其他的没有了 其实说句实在话 这个姑娘的设计水平 谈不上有多好 但5000肯定是值得 现在招一个美工 踢动不动就八九千块钱 考虑十秒 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清创智慧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清创智慧 清创智慧 好好戴 好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 好